9. 经络穴位 阿氏穴 原始痛点 经络学说是中医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更是临床针灸穴位的诊疗依据 200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 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 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异于经络穴位思维的阿氏穴 与原始痛点 而他们是否有可能弥补经络穴位的不足 甚至突破中医旧有的格局 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需完善呢 这里开始就先介绍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的介绍应该是从皇帝内经 就开始来谈 那经络学说是外治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那外治法我们知道 中医有三大疗法 一针 二揪 三用药 那针跟揪都属于外治法 那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当然就是以经络学说为主啦 那你在临床上利用针灸穴位的时候 那经络学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简单的讲它外治法的诊疗体系 在经络学说里面是一个最最为重要 那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如果是内治法 它的诊疗体系又跟外治法不一样 譬如说内治法它是三用药 用药的时候 它的诊疗体系就是四诊心法 利用四诊心法来分辨辩证论治 所以中医它的诊疗体系有两套 可分为外治法跟内治法 那外治法简单讲就是 以经络学说为主 那这个从皇帝内经到现在 这样算下来也有两千多年了 实践证明也是有确定有效的 那这个对中医的发展 对人类的贡献确实是重大的 那这一部分也慢慢从中医 然后发炎地 然后慢慢流传到世界各地去 在外治法上它因为解症的速度快 所以对人类的健康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在这两千多年来 第一次出现跟经络学说最为不同的 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孙思苗提出的阿世线 那后面阿世线我们会介绍 那另外在从阿世线一千多年之后 到了现代 那我最重要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原始点 原始痛点 这阿世线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 它的思维体系跟原来的经络学说的思维体系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在这样不同的情况下 到底它对经络学位可以起到什么补足的功效呢 如果它的疗效是跟经络学位一样的话 那阿世线就没有意义了 那当然原始痛点也就没有必要在这样制成一个体系 也就不必要 那它们之所以会出现一定有它们的作用 那这些作用是否可以突破中医就有的格局 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去完善呢 我们前面有说过了 经络学说它本来就是外治法的一套 算是完善的诊疗体系 那阿世线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 对这个诊疗体系有没有跟帮助呢 经络学位的不足 早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苗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它用十四经络学位治疗 因患者的腿痛经半月无效 于是它尝试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的在其病腿上掐视 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相传是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 才告治愈 经络学位的不足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就是孙思苗 为什么要去研发阿世线的原因 那这个因缘是这样的 有一次它遇到一位患者 它腿痛那很自然的腿痛 如果以原始点来看 那痛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一定要找开关 但是问题它用十四经络穴位的开关去治疗 结果已经半个月 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那我们说一位伟大的医学家 他跟其他的一般的医师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一直维持的旧有的思维 他一定会想去改变它 他会进一步想想 为什么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临床上又不能做出来呢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尝试着另外一种方式 这时候他就开始从患者腿上 也就是避开患处 然后一点一滴的往上按压 那按压它不是在以经络穴缩为主的 也就是它抛开了十四经络那个路线 然后也不在乎有没有穴位 然后他掐释的就是在找压痛点 那他当他压到的找到的时候 就从压痛点的位置下针 这时候就有效果 那腿痛就改善 那次患者又来的时候 可见患者虽然当下有改善 但我相信回去 他应该是又痛起来了 所以他隔日又来治疗了 那治疗的时候 他在帮他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时候压痛点跟昨天的位置又变 那这样的情况在七天中 变换了五个位置 那当然这五个位置都被他找到 最后才告知语 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的叙述 本身就已经隐含着 诊断跟治疗的体系在里面 比如说 他避开患处 然后往上掐释 在掐释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诊断 我相信孙思苗的思维 一定认为那个压痛点 也就是患者没有感觉 但被他找到的这个压痛点 就是一个治病的开关 所以他才会找到之后 然后增刺这个些位 结果患者就改善 那很明显 他的思维已经 形成了一个 就是患者没有感觉的痛 然后他只要找得到的 那个位置 应该就是开关 就能解症的开关 结果他在这七天中 也发现了这样的诊疗体系 每次都要找 而且这个因为位置会变 所以他在七天中 找到五处的地方 来治疗这患者的腿痛 这样总算才告治愈 那从这一段的经历 也可以感觉得到 孙思苗已经有一套 他的诊疗体系了 只是当然这个看起来 蛮简单的也不复杂 但是就是我们后面讲的 每一次要诊断 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个确实有一点困难 唯一一点是这样 要不然整个诊疗体系 初步这样来看 还算蛮简单的 阿氏穴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苗认为 它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氏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穴位 显然阿氏穴必有不同于经络穴位之处 此即阿氏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才确立 这与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 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是否为压痛点 正好相反 那我们前面讲的 他就是在找压痛点 而压下去很痛 患者会阿一声 所以他就把它称为阿氏穴 也是因为这样 然后他经历了七天 把患者的腿痛治好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认为 这个阿氏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孙思苗他用十四经络穴位 治疗患者的腿痛 他两个礼拜都没有效 然后他用他的另外创新的诊疗体系 只需要一个礼拜 就能够把患者的腿痛解决 所以从这样的结论来看 孙思苗当然认为 阿氏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那这样我们来推断 阿氏穴疗效会更胜于经络穴位 一定阿氏穴有不同于 那个经络穴位之处 也就是他一定有不同的操作 诊断跟治疗的体系一定都有不同的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阿氏穴 他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那这个压痛点要找 然后压的时候患者要告诉他 所以他那个位置没有固定 不像穴位他是固定 而且你压了会不会痛 一定要问患者 所以也是通过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这一点跟我们的一般的穴位 他已经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那只要你找得到那个位置 你不要问患者这一处会不会痛 要不要压一压 中医正式协会是不必要 所以这已经络协会的位置固定 然后单方推断 他也不需要问患者会不会痛 所以他单方面就已经下了结论 他也无需确认这个一般的协会 有没有压痛的感觉也不需要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都在在显示 这以我们的经络协会的诊疗 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所以我们说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诊疗体系第一次完全出现不一样的 完全是一个创新的 那就是孙思苗 他大胆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出来 这对中医当然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颠覆吧 这后面我们会讲 从阿世穴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穴位也是古人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但如认为其背后有真实的寻行路线 纵横交错周边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穴位 那就形同克周求见了 阿世穴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其意义就如同原始点医学的压痛点 不但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 而且也是治病的重要开关 所以孝宴胜过经络穴位 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世穴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首三阴 首三阳六条贯穿分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 肘部两处涵盖整条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如实同于水 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线进行 因此针刺穴位 既不需寻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寻经取穴的问题 我们从阿世穴来推断 经络穴位 也是古人时间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因为阿世穴他也是找压痛点的位置 那同样经络穴位也是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一定是从临床中归纳出来的 他不可能想出来 那当然后人常常会有穿着附会 一直认为这个经络穴位很有科学 为什么他有14条 14条里面又含有很多的穴位 而且整个寻寻都可以讲得那么清楚 然后他可以涵盖过前身 所以你只要寻着这个经络的穴位 然后看他可以这个穴位跟经络 往哪个方向去 那那里有痛处的话就可以 你只要真穴位就可以达到 寻经体系的问题 但是问题后人就进一步把它归纳 这个位置是不是因为太复杂 那如果没有一个神通的话 怎么能够看到体内有这么复杂的 14条经络呢 还有那么多的穴位呢 所以很多人穿着附会就说 这也许可能是有一些修行人 然后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在定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内体 然后有这样的循行的规律 我常常听这样的说法 但很显然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像压痛点的那个位置 如同那个孙思苗讲的 阿世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而这些修行人怎么又没有发现呢 还有更简单的原始点 他只要一条脊椎还有七处 就可以解决前身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开关 这些修行人 反而在定中没有看见呢 所以也说不通的 所以我说很多后人 就会把他穿着附会 然后以为这个经络穴位 就是真实不虚的 然后就很刻板的 就以为照着书本上 这样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那很显然 如果你这样想孙思苗是失败的 可见经络这一套诊疗体系 是有必要改进的 比如说我当时候考上中医师的时候 理论上也都读得蛮熟的 《黄帝内经》那是必考的嘛 但是真正应用在临床的时候 又常常感觉奇怪 好像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就又花钱 花钱去跟人家学针灸 临床的针灸穴位 然后这样在临床上 才可以有一些效果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 那这样寻经起泄确实 是有问题的 要不然我们从书本上就 照着书本寻经起泄就好了 但是很明显 孙思苗也失败了嘛 所以这么看来不要把它 也就是尽性书不如无书啊 不能全然相信啊 因为医学是要解决疾病 不是就是理论写得很好 但却做不出来 这样的理论也是对医学没有帮助 而且又复杂 那后人再加上穿枣付费 给他很多神秘的夹杀 然后还有一些科学家 就甚至在穴位上 用一些科学仪器 去测试那些穴位 如果科学仪器能测试到 那压痛点这么大的开关 怎么会测试不到呢 那如果经络穴位 是真的有这样脉络可循 为什么这十四条 最后原始点只要有一条 然后七处就可以完全取代呢 所以从这些种种来看 这些穿枣付费的 大家也就不要太听听就好 但也不要前然相信 那如果你照书本上这样做 常常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说就好像形同科舟求见了 那我们来看阿世穴 那阿世穴就是突破了这种科版的思维 那它的意义呢 就如同我们原始点医学找出的压痛点 因为这个压痛点 我们前面在诊断与治疗那里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压痛点它是代表体伤的位置 体伤的位置 这里就是疾病之因啦 我们说疾病之因就是体伤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既然是体伤位置 当然疾病之因就是开关喔 所以也是致病的重要开关 那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阿世穴就如同原始点的压痛点 那原始点的压痛点 当然有分大开关小开关 如果它的位置是在原始点位置上 那它的效果就更好 这个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 那这个压痛点就变成小开关 所以从这里当然已经点出一点了 阿世穴跟压痛点 其实它的思维在这一点上是交集的 是有共同之处 但不同的是原始点医学又进一步的知道 压痛点如果在原始点位置 也就是总开关 那它的效果就更好 它管理的范围就更大 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 它还是一个开关啊 那我们说像遇到硬结肿块肿瘤 你除了要按推大概关以外 那在肿瘤周围 硬结肿块周围 你还是要去找 患处周围的压痛点 再来处理 那这样效果就会凸显出来 那这样看来 这个阿世穴到底是大开关呢 还是小开关呢 孙思苗在那个年代 是没有分到那么细的 因为他也没有找出疾病的起源处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条脊椎脊七处 那他纯然就是 在每次遇到患者 他都要重新再找一次 那找到的也可能是在患处周围啊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大开关啊 甚至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手腕痛 手腕痛当然开关是在手肘 那手肘肩部原始点 往上就是肩部原始点 有时候我们按肩部原始点 他也会痛啊 还是有压痛点啊 这个我临床上常常遇到 那只是说 手肘的压痛点 按推他手腕的效果会最好 因为离患处最近 前面我们在谈原始点也有讲 那个原始点相对应的压痛点 他是最有效 那你距离患处越远 他的疗效就越来越减 直至消失 前面就有这样的说法 那很显然肩部的阿四肘 也就压痛点 当然对手腕还是有效 只是他的效果 跟肘部原始点的压痛点 比起来就效果差了一些了 可见我们前身的压痛点 是有很多处 那只是当时候孙思苗 有了这样的思维 但他没有进一步 再把这些问题都厘清 因为他能找得到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原始点你看 要最后归纳成一条脊椎脊七处 光这一个工程 就足足花了五年了 五年才最后才确定 人体他只要有一条脊椎脊七处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再去找压痛点 那个相对应的压痛点 对于病症来讲 那个解决速度就更快 所以 好我们就这样来看 这个压痛点跟阿四肘的相似之处 也不要分大概关小开关 反正这些开关都是解症的重要开关 那这样他已经代表是一个治病的重要开关 这也就是孙思苗为什么非常强调 阿四肘比十四经络的肘位更为有效 所以孝燕胜过经络肘位 那这样他对于经络肘位有什么贡献呢 当然是非常大的贡献 第一个他的诊疗体系跳脱出 原来既有的那个思维了 所以他是对经络的发展非常有贡献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也是对经络的颠覆 那阿四肘跳脱经络 卸位这种创新的思维 在原始点来看 也可以得到印证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举手臂来讲 手臂如果以经络肘位 他光经络 先谈经络 他是由手三阴 手三阳 也就是手背部 我们称为手三阳 那内侧称为手三阳 各有三条 那加起来就六条 那但是这六条如果是真实不虚的 那为什么原始点 他的开关也就是肩部原始点跟肘部两处 就可以涵盖整条手臂呢 而且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然后效果又好 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阿四肘为什么说 他在经络肘位以外找出的阿四肘 而且效果比十四经络肘位更为有效 这又是一个佐证 那我们再换一个说法 原始点进一步 他的作用从作用来看 我们知道原始点他的作用模式 他绝对不是像经络 只是单线的一条一条的十四条 那种单线式的传导 他不是这样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左部原始点你一按整个下臂 这个手肘以下到手腕下 整个都有管道 他是立体的 肩部原始点也是 一按从肩到肘 这整个上臂 他全部管理到 那就很明显 他是立体式 他的传导传导的作用 非单线进行 所以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那原始点就好像石头投于水 那水坡呢 他会循着那个石头丢下去 然后一千一千的往外扩散 所以我们说水坡必向外全面扩散 它是立体式的 所以而非单线进行 这样已经足以说明了 这个才合理 怎么会你刺激了 好像就循着 当时候经络学说的规划 然后他的影响力就在这个线上 这样子在传统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可以看出 曾治穴位 他其实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曾治穴位 他如果假设有寻行的路线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寻经起泄来达到解症 那这个是不存在 没有这个有这样的关联 也就是这样孙思苗 为什么治疗一个患者的腿痛 半个月还处理不好呢 他就是寻经起泄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厘清了 那也可以厘清 为什么孙思苗 为什么会说经络穴位 比十四经络的穴位更有效呢 而他的诊疗体系确确实实 已经跟经络学说的诊疗体系 也就是外治法已经不一样 这是很在我看法算是很 对中医的外治法很大的贡献 只是可惜啊 你看从皇帝内经到唐朝 已经经过一千多年了 那中间好像大家也没有提出什么 比较突破性的创建 直到孙思苗有了这样的思维 但他提出来之后 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回响 然后他的学说就这样 又沉寂了一千多年 直到原始点的出现 又掀起了一阵 就是一阵的探讨 对经络学说的开始 有一些探讨 不同的声音就出来 到底原始痛点跟阿世穴 经络穴位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 那么原始痛点起阿世穴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他与经络穴位 及阿世穴的四种比较中得到答案 第一 三者都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 及七处置为简要 经络则分成十二正经 任督二脉及落脉等 在这些经络路线上分布着三四百个穴位 阿世穴则五固定分布范围 第二 三者皆可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在处理上 原始痛点是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因位置仅有一条脊椎及七处 所以简单易学 经络穴位 经络穴位 是通过经络理论已决定针刺穴位 因穴位繁多 分布于不同经络 以致配穴不易 难有标准 所以复杂难学 阿世穴是通过针刺换处外的压痛点 因压痛点的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所以难以应用 第三 原始点的压痛点 须避开患处 经按推确认 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但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这类似于阿世穴 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也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此则类似于经络穴位 而不同于阿世穴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穴位繁多 以致配穴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也突破了阿世穴 似大海捞针 以致千年来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第四 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不仅可达到致乙病 或致未病的医疗目的 还可达到分辨乙病或未病 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 使诊断与治疗可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如此诊疗既不曾闻也不曾见 并非只能致乙病的阿世穴 及经络穴位所可比拟 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 非但为中医 也为全球医学的发展 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 占新局面 我们来就原始痛点跟阿世穴 及经络穴位的比较 原始痛点继阿世穴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那他要说他的贡献 那就要比较咯 那跟经络穴位阿世穴的四种比较 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我们来看哪四种 从第一点上 三者他们都是代表位置 前面已经说过了 从位置上去分胜部等 那位置是最重要 那这也是我们在谈手法的时候 就有说 你要解症治疗疾病的话 守中位置 其次才是技巧 也就是说 位置就找对跟找错 就已经决定胜部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开关 治病的开关 所以外置法最重要的是位置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我说的 寻经起泄无效的时候 孙思苗他就发明了阿世穴 然后也是在找位置 那我读了黄帝内经 当时我考过中医师的时候 我临床上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再去补习 那补习这些老师 教我们怎么找位置 效果才会出来 也就是找什么病应该找什么穴位来配穴 才会有效 所以他一定是还是位置 所以从三者来看 位置最为重要 也当然从治疗上也是位置就决定胜负了 好 那我们来看位置 在分布上原始点 全身哦 只分成一条脊椎脊七处 也就是一条脊椎脊七处 它就可以涵盖整个身体的范围了 所以非常简单恶药 经络 它就不是这样了 经络它有十二正经 然后还有任督二脉 甚至在阶续的 在这些正经 还有分叉出来的 我们称为若脉 那么在这复杂的经络路线上 它更复杂 因为在这里有三四百个穴位 这个所以在学习上 确实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阿四穴是最为简单的 它连一条 比原始点还要简单 因为怎么样 它也没有一条脊椎脊七处啊 没有固定分布范围 所以看起来是最简单 但因为简单到不行 所以操作上就有一点困难 每次都要找 好 从三者就是位置的分布上 理论整疗体系最简单的是阿四穴 其次是原始点 最为复杂的就是经络了 应该是这样说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的比较 好 这些位置都可以解除 他处体相求自知病症 也就是这三者的位置都有具备这样的作用功效 那但在处理上它们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原始痛点 它要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才能够有效 那原始点位置我们说的 就是一条脊椎脊七处 那一条脊椎大家都知道很容易找 比如脊椎没有人不知道它长在哪里 那七处呢就是头一处 手三处脚三处这样就七处 所以非常容易学 简单易学 那我们再来看经络穴位 经络穴位它的诊疗体系一定是通过经络理论 来决定针刺的位置 也就是针刺穴位 那因为穴位太多了三四百人很多 然后又分布于不同经络 所以造成配穴不易 因为配穴不容易 也不容易有固定的标准 所以复杂难协 这也是造成为什么 假设我们一个手腕痛 你去三家中医诊所针灸 所有的穴位 是不是都一样呢 不一样都不一样 所以它没有一套标准可言 那寻经器械又没有办法发挥它的疗效出来 那大家就有不一样的思维 即便大家都从皇帝内经把经络学说背得很熟 但实际在应用上确实各有方法 所以难有标准 所以你要学习真的很复杂 非常难学 然后在临床上穴位那么多 你要从三四百个穴位中 取到最有效的来对治病症 真的很难啊 这就是很多读书很会读书的人 经络学说虽然很复杂 穴位也很多 他都可以背得起来 但一旦面临到离床 他又不一定做得出来 也就是这样的刑警 那我们来看阿尸蟹就比较简单了 他就第一个避开患处 然后找压痛点 然后找到之后 就真是这个阿尸蟹的位置 但因为压痛点的位置 就如同孙思苗讲的 他会变患 那每一次你都要找 又没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啊 所以就变得很难以应用 即便他是创新的 但因为难以应用 结果即便这样好的诊疗方法 被提出来 但是后继也无人 因为他不足以把经络穴位 完全推翻掉 他没有办法完全颠覆掉 如果说他可以补足他的不足 但因为难以应用 很多医师就不用了 这个非常可惜 那我也是 我临床上当时也不会想到用 孙思苗的阿尸蟹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腿痛 那你要到处按 到底压痛点在哪里 孙思苗也没有讲 也可能在腿上 是不是也可能在手上 也可能在身体上 都没有讲 那这个一早下来 很可能一两个小时 说不定都找不到 也有可能 这个是对很多临床医师的 一个考验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就很少人再去应用 应用这个阿尸蟹了 好这是三者的比较简单的讲 里面最好找又最简单的 很显然就是原始痛点 那经络穴位是最为复杂 最为复杂 但是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疗效出来 那阿尸蟹虽然它的效果是 比经络穴位更好 问题它很难找 所以临床上反而不被应用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 那原始痛点 我们来介绍原始痛点 原始痛点就是原始点的压痛点 也就是在原始点位置找到的压痛点 它一定需避开患处 也不能再患处按 然后经按推确认 也就是按压 然后患者确定 这一点特别痛 这样才可以 所以它也是双方互动 而这一点上跟阿尸蟹非常的一同 但是它有一点不同于阿尸蟹的是 因为它位于原始点位置 那我们说原始点位置 它是疾病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总开关嘛 它离患处最近 所以它的疗效对为有效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然后压痛点如果在原始点位置 它涵盖的范围就可以显现出来 它就会有一个立体式的涵盖范围出来 好 那这个范围 如果你应用在原始点位置上 它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病 比如你膝盖痛 脚踝痛 你只要找到大开关一按 膝盖跟脚踝都可以同时好 甚至你大腿又酸痛也可以同时好 它涵盖范围很大 前面在诊断与治疗我们都有讲 但如果你离开了原始点 你膝盖痛 你去膝盖周围找压痛点 即使你找得到 即使找得到 你那个压痛点也只能治疗膝盖 那脚踝你又要去找脚踝的压痛点 周围的压痛点 那不是很累吗 所以大开关跟小开关它的疗效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就介绍得非常详尽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但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疗效更为有显著 更为显著就是比阿四穴更为显著 简单的讲阿四穴它的疗效比 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但原始点的位置的压痛点 又比阿四穴的疗效更为显著 那表示这里很显然 因为它大开关前面我们原因也讲过 所以可见 我几乎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以疗效来看 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胜过经络穴位 那胜过阿四穴 也就胜过孙师鸟的这个 整疗体系阿四穴 但以孙师鸟来讲 阿四穴的整疗体系 发挥出来的疗效 又胜过于经络穴位 很显然这样一比较 以疗效来看 那当然原始点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从这一个疗效来看 它更接近于阿四穴 而且从双方互动来确认这一点上 它确实类似于阿四穴 而这些都不同于经络穴位 也因为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它又跟阿四穴不一样 因为怎么样 它位于原始点上 所以就有了固定分布范围 可以寻找 那阿四穴是没有办法 它位置不固定 也没有固定分布范围 所以它难以应用 原始点这一点刚好跟阿四穴 完全相反反而这一点上 就跟经络穴位比较一致 都有固定的范围可以去寻找 所以前面也是因为它位于原始点 从疗效来看 它类似于阿四穴 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那这里也是因为位于原始点 从位置来讲 它有固定分布范围可行 而这一点从位置来讲 它又比较类似于经络穴位 而不同于阿四穴 所以原始碰点的特性 有了这些特性 刚好就可以解决 解决怎么样 经络穴位繁多 以致配屑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扎了有效 有些人扎了 有些人扎了 因为位置的不同 有些人扎了就没效 那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反正你在原始点 涵盖的范围去找压痛点 这一个范围内的 多数体伤都可以立刻解决 同时也突破了阿四穴 四大海撈针 以致后来千年来无法应用在临床的困境 也可以解决它了 因为它的位置都固定 而且它的位置就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你只要找到相对应就可以解决 我们前面也说了 它的找法非常简单 七处怎么找 你手指头痛 往上就是手背部 你手背以上照手肘 往上找就是肘部原始点 同样肘部到肩部 你这个范围 你只要找肩部原始点 就可以涵盖住 齐以角也是类如同这样 那所以它根本不需要进 然后又有固定分布范围 又简单 所以医者解决了经络穴位的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阿四穴 难以应用的困境 这把经络穴位还有阿四穴 这些问题一并都解决了 也就是原始痛点 在第三点上已经把这个特性把它讲出来 好那对第四点 它又跟经络穴位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们的医学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从第四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就是在原始点位置里面 你去找到压痛点 然后从压痛点按推 不仅可达到自已病或自未病的医疗目的 还可达到分辨已病或未病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 这个在诊断以治疗都已经讲了 如果你没有病 你去找压痛点按推 那他没有病 既有压痛点就是体伤位置 疾病的体伤位置你把它解决了 那疾病就可以消灭于无形嘛 所以可以达到自未病 那同样乙病那就如同前面介绍 你再相对应按推原始痛点就可以解决它 所以他可以自已病也可以自未病 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按推像疾病 按推没有效 那你就知道这个没有立即改善 就知道这个是患住体伤 那如果有效就是他住体伤 那未病呢你没有病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找到压痛点 那个就是疾病之因嘛 体伤位置 所以不管已病或未病 你都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 所以他在按推原始痛点的这个过程中 已经具有自已病自未病的医疗目的 也可以达到分辨已病或未病 体伤位置的诊断默病 就在这个动作上 他已经使诊断跟治疗可以完全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我每次讲到这里都有感触很深 就是我们的医学 他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像西医 你诊断的时候他一定要用仪器 把你全身检查过一遍 那检查了一遍很耗时啊 有时候要好几天啊 那诊断出来了 然后再经过医师的研判 再治疗 有时候又要花一些时间 所以他常常是分开 而且耗时又耗钱 浪费太多支援 这个医学又搞得太复杂了 所以诊断跟治疗 在西医的发展下 又把诊断跟治疗复杂化 比中医还要复杂 那中医我们说的 在外治法的诊疗体系 诊疗体系是以那个经络学说啦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体啊 很难啊 按了知道他的体伤位置在哪里 是不可能做到的 何况这些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他们的诊疗体系都只能治疑病 目前还没有达到自卫病的目的 还没有办法 从医疗的角度 我们前面医疗与保健也有介绍过 即便中医宣称自卫病 有自卫病这一个名称 相公自卫病 但是他们是以保健的角度去发展 也不是医疗 要不然你医疗你怎么知道他病在哪里 即将要病的位置在哪里 他没办法诊断出来 那所以从这一个体系来看 把诊断跟治疗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后你一个按推就可以 完全明疗 也只有原始点才有办法 如此诊疗啊 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这种诊疗 简单讲就是空前啦 我相信可能除了原始点以后的发展 能不能这样把诊疗合一 我可能认为除了原始点之外 也很难再发展出来 那所以他这样的诊疗体系 并非只能治疑病的阿氏蟹 其经络穴位所可比拟 也就跟阿氏蟹跟经络穴位比较 哇那真的是不能相比阿 因为他只能治疑病阿 胃病也谈不上 而且进一步讲 他也没有诊断的功能 在按推的过程中也没有这样 所以我们这里就 最后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 他已经不是只有为中医了 中医他的诊疗体系也是蛮复杂 我们说的 然后西医更复杂 所以如果从这个诊疗体系来看 他已经不只是在中医的部分 也不只是在西医 即便以后的任何新兴的医学在发展 他已经都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这是原始点对全球医学的贡献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临床实作上 用了原始点 那很很这个这个情形就可以感受到 那为什么很多病人来 你看他说哎呀我做骨神经痛 如果西医可能要造脊椎 造腰椎是不是有压迫啊 有没有长骨刺啊 椎间盘有没有突出滑胃啊 这些他们会去检查 然后造出来又要判读 然后治疗也未必一定有效 那原始点不是听完之后 哦你腿痛如果是从 那个臀横纹以下栓下去 那明显嘛就从臀部 原始点按一按就可以解症了 听完马上知道答案 知道答案马上按推 就可以马上立即解症 你想还有这种比重医学更简便 然后更省时不浪费资源 然后光按推就能解决了吗 哦也不需要手术就能够 把这样的疾病立刻化解 所以原始点它的贡献 确实是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以后的医学 不可能再离开原始点 因为它的诊疗体系又简单又有效 除非啦 你不想把它简化 而想把它复杂化 然后把它商业化 然后想赚大钱 那个我就不敢讲 那如果站在病人的立场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越省时 越不浪费金钱 那又能解决疾病的医学 就是最好 那原始点它是人性化 也是生活化的 而且它也是最为自然的 所以我相信 它将来的发展 我是很乐观的 好那我们 从原始点介绍到 这经络穴位啦 阿四穴还有原始痛点 的比较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不会再问我说 那原始点按推 原始点跟经络穴位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想应该就不会问这些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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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